這個禮拜遇到國慶日 很多縣市週末活動滿滿 高雄打狗季昨晚在高雄流行 音樂中心熱鬧登場 目前累計進場的人流突破十萬 而台南市府則跟國際知名 IP三立歐合作 在安平碼頭推出巨型充氣網偶 吸引上萬人潮 乾淨柔和的嗓音 讓觀眾入迷 為期三天的二零二四打狗季 十一號起在高雄流行 音樂中心熱鬧登場 在眾多歌手及樂團加持下 今年雖沒有國慶廉價 人潮到去年略低 但觀眾性質未減 流行搖滾或爵士 各舞台前觀眾聽得如痴如醉 其實很多的音樂節 其實可以更多元性一點 因為其實喜歡音樂的朋友 他真正喜歡的音樂 或許他在這個類型上 或許不一定要這麼的敬畏分明 無論是二零一八年發起至今的 打狗季或大港開唱等活動 以逐漸營造出嚴城多元音樂 及文化的氛圍 在地店家希望類似音樂節能更不設限 吸引更多民眾前來 而同時間在嚴城舉辦的 還有在地社團及店家發起的 嚴城奶茶節 適逢週末加上打狗季 業績約成長一倍 各縣市搶賺觀光財 不只高雄 民眾烈日下西家貸券 來到臺南安平碼頭 就為了看高達十二米的巨型 充氣玩偶 人潮更勝暑假 人潮超出預期造成當地交通 擁塞車位難尋 引來部分抱怨 原活動將持續到十一月中旬 除了交通管制 市府也呼籲民眾多達成交通運輸 可減少塞車或找車位的時間 記者 高雄臺南報導